大家好 我是吴沛姿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胖妞的穿衣技巧 是的 其实我觉得不是所有的女生 都觉得瘦不定就好看 像一些女生肉肉的 但也觉得很满意自己的体型 觉得自己非常漂亮 但是偶尔在穿衣上 就是会觉得有些困扰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韩拓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 首先欢迎许丽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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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乐乐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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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原来还挺凋准的 九十几斤而已 怎会突然胖死了 吃点肥药啊 真的会 我现在大概有140 天呐 40斤 胖妹妹们一定要注意啊 减肥药可是不能随便吃的 不然像乐乐这样后悔也来不及了 首先我们现在介绍 胖人的穿衣误区 那样胖的人 就是比较觉得自己身材不好的女孩子 穿衣服的比较大的问题都是 喜欢穿黑的 黑色黑的 为什么呢 会觉得 黑色显瘦 黑色显瘦 对 你有没有想过黑色 如果大家讲一下黑色很很内 然后穿上之后呢 就会写得更沉了 对 而且 而且还不会很高 对不清爽啊 在那边就是 卡在那里大涂 嗯 但是 但是黑色 一定要经过一种变换的方式 它穿起来 才会既让你显瘦 然后呢 还让你显高 嗯 所以其实不是大面积的黑色 不是全身黑 就可以让你看起来真的浅瘦 还是要搭配才行 对 肥大的衣服 可以遮住缺点 就是我们刚所谓的运动装嘛 对 他就觉得啊 就是 运动服那么宽 没关系 对 把自己装进去 然后别人都看不到我 我到底有多少肉看不到 其实这样也不是特别的合理 其实如果 遇到迷章 对 遇到迷章 这样的话反倒不让别人想象 哇 里面到底有多上 还有现在误区呢 他们喜欢穿线条的 条纹 对 条纹 你觉得很疼 直条纹看起来就会瘦 对 橫条纹看起来就会胖 嗯 拉伸 很多老师 条纹呢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就是 哎 我算橫条纹会不会显得很胖 其实这个不一定 你看这个橫条纹 他如果排列的比较密的时候 他其实会显得人变瘦 大家也过去 可能是蓝色和白色 应该感觉显得瘦吧 蓝色当然是有瘦 如果它是红色蓝色相对瘦 对 但是就条纹而言 他如果排列比较紧密的话 人会瘦得很到 嗯 所以 所以我们如果 看不见